睡觉每天晚上都吃止痛药 晚上会惊喜 去做节肢 再做高压氧治疗 做了40次 没办法行走 两位高龄爷爷患有糖尿病 伤口怎样都好不了 晚年生活一度失去笑容 可是看看现在 伤口都完全愈合了 都愈合了 肉都长出来了 恢复得蛮好的 然后现在也可以站立行走 关键出在他们透过体内干细胞 六周左右治愈了自己 这种疗法是取出 通常存在于骨髓或脂肪的干细胞 培养约一周再撒在伤口上 它就会受到诱导 分泌有助于皮肤生长的一些 生长因子 是每周给病人一次细胞的治疗 那对于传统医疗来讲 我们就真的不适合 每周做一次伤口的移植 也因此特别适合 需要反复照顾伤口的糖尿病患者 或者一般治疗无效 伤口长达六周时间的民众 而且年龄并不影响干细胞治疗效果 脂肪里面分离出来的干细胞 它的数量在年纪大的状况下 还是跟年轻人一样 甚至于比成年人年轻人还更多 不需动大刀免去消骨去皮之苦 给予患者新曙光 不过目前干细胞疗法没有纳入健保给付 一次疗程大约45万 大野新闻杨敏茨克兴志台北报导